就这样子给他骗了七年了 怎样的人就会跟怎样的人在一起 就是物以类居 受伤的人总会是他 我觉得有一次最好笑是 有一次他很生气 然后他就一脚踢他家里的天文 结果自己的脚中了 最多人问也是最多人关心的这个问题啦 你们还在一起吗 你知不知道什么 一直以来我每次开Q&A 有很多人都问重复同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关系 然后我都是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 我就有讲说是 我会一一回答你们 可是就留守我的YouTubeQ&A 我来一次过去回应这些所谓的问题啦 这个Q&A我已经拖了大概有大半年了 借着今天的这个机会来回应你们 因为我们很难得同框 来着的这些所有Q&A的问题 是我们从那个IG那边收集的 一部分是他的IG 一部分是我的IG收集的一些 你们很想要一直以来问的那些问题 alright so let's get it Q&A section right now 请我们的小助理帮忙一下来发问问题 OK the first question 你们两个是怎样认识的 怎样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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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识我这个人的时候勒 他连在我真正的样子都还没有见过 我是听过他很多故事 他以前就是很多事情 就是听过他 哇今天带谁 跟哪个女生 别跟哪个女生 就是一直听到这样的 那种损友 那种损友 每次在那边讲我坏话 人还没有见过 就听完我那种 soy the story story 对对 我们正式认识 应该是 zoop的每一次 第一次跟你认识 我记得是zoop 那时候我跟我的 ex 吵架 也不算吵架啦 就是我的 ex 有讲到一些东西 然后他就很生气 然后他就一直在外面陪着我讲话 因为他担心我一个人 一个女生在住门口外面很危险 他就是陪我 大概是这样 真状是不是因为你才做地址的 对 肯定是 肯定是 是我逼他做的其实 对 他这个人是like 非常的难 然后好像嫌疑这样啊 没有梦想 没有目标 什么XX都没有了 所以我跟他讲 不行他不可以这样子 因为我是一个很aggressive的人来的 我觉得人是需要有事业 需要有梦想 需要做点东西啦 you can do something so 我有 convince他去尝试很多 不一样的 所谓的工作啊 那个兴趣啊 还是 甚至运动啊 我都有一直在好像 运动有呗 motivate他去做很多这种东西 因为我是用讲啦 你是不是我motivate你比较多诶 可是 no 每一次都是 我今天要去 gym 然后去了 我是真的有的 我一就是不做 一做就把他做得最好 他是坚持 一就是我懒懒到完 就是 叛圈表做那种 所以我去gym 我是有一年是 我一个人去玩玩圈圈 365天 我一个人自己去gym 很无聊 很boring 这个理题啊 没关系 重点就是 我是觉得他需要 做一点东西啦 为他自己啊 以后还是怎样 所以就有尝试 呃 不是尝试啦 就硬硬教他的dj 他去做dj 然后 还一开始也是蛮抗拒的 因为他对 因为我比较害羞 因为他对什么东西都觉得 哎呀 没有信心咧 过头也 也好像 不感兴趣这样 不是不感兴趣 所以是因为每次我想做些东西的时候 我都会受到一些打击 就我会有一个很supportive的一个 人就是这样 我是一个很喜欢被认可的人 然后每次有 有时候我要start一件事情的时候 每次跟他讲 呃 别别我想要做什么 哎呀算啦你算啦 算啦 每一次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就觉得算了 所以我是找一种 是最简单 最容易 也最符合他的一个东西 来塞给他 硬硬 他做 就dj是这样出来的 你用了多久时间来追身的 当时 错了啦 他追我了啦 哈哈哈哈 屁咧 你是天哪 哈哈哈哈 不知道咧 就很短的时间了 我们很短时间在一起 你当初喜欢他什么 呃 因为我是一个很看感觉的人 第一看感觉 第二看外貌 第三是 他那个时候 他根本就是贪图我的美色 还有我的身材 跟长度 他那时候在ZOOC外面陪我 一直陪着我的时候 我觉得哇 这个男的好像很暖这样 其实我没有想到 他原来对每个人 都是这样暖的 就算是给他骗了7年了 虽然我听过很多 他之前的历史 可是 了解过后 我觉得他可能 不是这样的人 就是简单来讲 我是 刚才一起的时候 我是一个很play的人 大家都懂的 就是 然后我就 刚才一起过后 就是用了6年去证明我是 多么的 loyal 你知道吗 真的真的 而且就是 在一起过后完全没有 看过他以前 传闻听过的那种 这样乱的 我是用 行动来证明的 通常是不用讲的 因为我是 觉得 用讲这种 就讲 喜欢啊 集爱这种 是很灵的一个事情 我是从来不会讲这些东西 所以我是用 行动来证明 你懂了 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看到他跟其他异性 靠那么近拍照 你会有什么反应 以前 以前会 以前会 然后我就习惯了 然后过后慢慢我就习惯了 因为他刚刚开始 做酒吧的时候 我就跟我自己讲 我要看开一点 因为我是一个很想吃醋的女生 其实以前啊 我一直要逼我自己去 把格局放大一点 是因为 作业场一定会遇到很多女生啊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 每一次他跟女生靠近一点 他信到我 然后我要生气的话 他以后会很辛苦 然后我也会很辛苦 所以我也要不要那么辛苦 就想开一点 然后他也是有给到我 足够的安全感啊 那个时候 所以我就觉得 他长到这样帅 有女生连他是正常的 如果没有女生连他的话 就证明我眼光真的很差 相对的 他们还是有 所以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要这样子来 去交还是吃醋的话 就是没完没了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 我们都是比较外向的人 都是去 喝酒一定会有 女生连他 也有男生来跟我讲话 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 没有必要一直 为了这样的东西去吵架 真的是要吵的话 我们应该 维持不到七年了 你们两个在一起 七年里面 冲间吵架 是随神认错 大部分是随神认错 如果一炮解决不了的 如果一炮解决不了 就两炮 就两炮 我们都是比较硬脾气的 所以我们不会 比较不会去道歉 认错还是怎样 可是通常我都是在等他 先认错 我们每次吵架第二天起来 我第一句问他 我第一句问他 他说说他论错 所以想问对方问题 就是谁人受限 就差不多是这样的 你的心机表 什么是这样的道理 其实我们在这边 在这样子谈 拍这个Q&A 有点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讲到有点大声 是有点大声 因为怕那个 收音收不到我们讲话 然后加上这边又有音乐 就是有点骚扰到人家 我要跟他讲 音乐太大声了 可以稍微 关小一点 是好像这个场 是我爆掉这样子 对 是你也大拍的这样子 Sandra 会是你的结婚对象吗 应该是讲 你们看有一个video 是我跟Charles拍的 你之前跟Bit讲过 你要跟他结婚的时候是几时 其实就有提过 是Charles问我 有没有想过结婚 类似这样的问题的 那时候我有答案是说 就真正是有想过的 I mean 里面多久 同房一次 同房一次 有两个meaning啊 你是怎样define 那个同房 同一间房 还是形房 又另外一个meaning you know ok我就当作是我的 认知里面的同房 就是同一间房 我们一直以来 都是同一间房 所以 七年都是同一间房 应该是几百万次 哈哈 哈哈哈哈 嘿嘿 不害 如果感情里面出现了冷淡期 应该要怎样度过 我们有冷淡期的 怎样冷淡期 没有新鲜感 也是这样过的 我们六年 你想象一下 已经是习惯性的 这样子一起生活 一起过咯 就是好像变成 有点像家人 所以你不会觉得 哇 你跟你爸妈有冷淡期 那种感觉 不会的嘛 我们比较没有仪式感 也不会特地去surprise 这样子 刚刚的前一两年 可能还会买一个点小礼物啊 除了生日期 那时候就比较来 实际一点点 也没有想特别的冷淡吃 因为我又在家里 蛮索黑的 对对对对 回到刚刚前面那一题 就是我喜欢他什么 其实其中一点就是 蛮喜欢他 索黑索黑 就是蛮废的一个人 很多人的Q&A都会问我 你喜欢rex什么 就是喜欢他索黑的那一面 你能接受他玩到那么open吗 可以啊 我是绝对可以接受的 你讲的玩是 玩什么 或者你讲的玩 就是玩到那么疯啦 我是ok的 因为你以为他很正常啊 可以讲 怎样的人就会跟怎样的人在一起 就是物以类居 你们会一起摇头吗 有一起摇头吗 你们在一起那么久 有没有被父母催昏过 完全没有 还真的没有 催昏的是谁呢 身边的朋友们 一直在催着在催我们 我的父母啊 他的父母都没有在担心这回事 可是朋友们 咦子文可能是看我们太久了 每一年都看到我 还在一起 咦还在一起 因为我们还是 每一年都去拿红包 还在送红包 然后每个 已经陆陆出去 已经在结婚 我们就一直多一个 多一组人送红包 对 因为身边的人 朋友一直都在结婚嘛 看你来 你要拿我红包 拿我去吃 你们两个之间 谁最会吃醋 肯定是他 我啦 通常都是女生会吃醋 我几希望他会吃我醋 可是他都没有 你要知道我是一个 非常大男人的狮子座 我一个狮子 难去吃醋这回事 是不可能会有的事情 然后对我来讲就是 吃醋这个东西 要是怎样形成的呢 就是你如果对他没有百分百的信任 就会导致你会有可能吃醋的情况出现 我是比较 可能比较 过分自信的一个人 所以变成 我比较不会吃醋啦 你们是不是从中学就认识了 没有啦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九岁 他认识我的时候 二十六 最好笑一个东西是 我跟他在一起了 过后啊 我才突然间有一天 我问他你几岁 他在跟我讲他二十六岁 那我like 我的心里的OS 蛤 他这样老了原来 我在想 怎么会讲一个二十六岁 我原本算他到七年耶 可是他样子真的是看不出啊 到现在也看不出啊三十三了 从来都没有人猜得到我几岁 一段感情中 或者你们两个里面 你们是怎样维持你们之间的感情 我们就是比较 没有 习致嘛 对咯 比较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太过 刻意去经历那个关系 很刻意去做某些东西 去因为要维持感情这一块 我觉得 就是你觉得是对的人才会一起去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而不是讲刻意去营造制造这种 对 我是觉得我不是 我比较不喜欢这样子的啦 我觉得很多东西就生存起来咯 你们有没有因为吵架了 到辣分手的状况 这个是经常的 经常 这个是基本操作 基本上就好像你每一天需要吃三餐这样子 三百二十六岁 你也逮操 可是我们就是 真的是吵什么 然后到后面也没有 所以对我来讲 其实吵架是很小事 哪个亲女不吵架 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吵架的 我们是用打的 我们每一次吵架打架 陆上的总是我 陆上的人总会是他 我觉得有一次最好笑是 有一次他很生气 然后他就一脚踢他家里的铁门 结果自己的脚踪掉 就是我已经是有踹过木门 plastic门 铁门 铁门 可是每一个门都烂了 除了那个铁门没有烂 车门也是立 大门那个铁门 我也是有踹过一次 可是那个铁门就 没有什么事情 可是我的脚就爆掉了 有人讲Rex 你的脸就是个渣男脸 好奇你有没有真心喜欢过哪个女生 想结婚的那种 凭什么讲我是渣男 你的意思不只是讲我的脸 你如果是讲我的脸 你是like 有一点什么 以貌取人堆 don't judge the book by its cover 凭什么你要judge我 come on 然后你如果你是觉得 找男朋友不应该找这种这样的渣男脸的 因为这种渣男脸就是 他就是很大可能是渣男 对不对 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叻 我是觉得不应该啦 你知道做么吗 因为你就算找一个很nerd的 很不帅很不好看的人 他也是有机会是渣男的 对不对 只不过他比较没有潜质 去当这个渣男罢 因为我在看啊 Facebook有很多啊 所谓的渣男渣男那种 很大的试试写一大堆 然后讲这个是渣男 那个是渣男 但我看啊 没有一个是帅的 我跟你讲真的 他们讲 看你找这些不帅的也是渣男 这样你不如找一个帅的不够好 对不对 没毛病 就算你被渣了 就算你被渣了 你也感冤咯是不是 I agree 你讲我这些叫渣男 然后王嘉尔 那谁叫我呢 哦因为我留不住他是不是 哇你们真的是啊 所以你是喜欢Centra 一些什么东西 是因为什么我喜欢Centra 胸部够大 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听过 喜欢他real 然后结果呢 又real过头 我看回有一次 无意中看回以前 我们刚刚在一起的照片 我就觉得 像我又这样 又肥 又黑 又不好看哦 我觉得他喜欢我 而且真的很胖 我觉得很肉 我比起来还要肉 那时候我还很小 19岁的时候 婴儿肥很严重 我的脸真的是很chubby 以前 可能那时候我就喜欢他圆圆嫩嫩 讲真的咧 有一种感觉 这个是完全是感觉 哦我记得了 我刚好跟我的ex分手过后 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讲 诶那个谁谁谁 喜欢了你一段时间 我就蛤 这个人我完全没有见过 为什么他会喜欢我诶 就是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讲过一句话的 朋友过后才跟我讲 这个人其实他有 喜欢了你一段时间 就很好 见到面的时候 我才觉得 这个男党上也可以 你讲他贪图我的美色 你看 所以他是他追我啦 我是你喜欢的类型啊 之前就是 嗯 所以你可以变为 好像以前那个猪一样 嗯 怎么最近那么少互动了 其实我们 其实 其实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 一直以来 我们都比较好 少互动啊 我们都来 好看 在 在social video上 比较不是那种 放散的那种 很爱的啊 放散的那种 也没有刻意去调 只不过我们就 没有很习惯去做那种 比较 很sweet的那种 那种抖音那种 那种 couple 那种 对我们来讲 这些东西是很lame 我自己自己觉得like的 因为毕竟我们在一起那么久 就是总点就是 这不是我们的style that's it 通常你们吵架闹分手 大部分的原因在哪里 大部分的原因就是他臭脾气啦 其实我们两个脾气都很臭 他不肯认受 我不肯认受 是我们每一次吵完架 第二天就当没有事情发生了 所以我们的问题 一直就累积在那边 到最后就越滚越大 因为我的性格 我是不喜欢用讲的 我不喜欢拿来吵 我是觉得 你都不拿出来弹啊 不解决啊什么 可是我就是这样 我不是很喜欢搬出来讲的 可是到爆炸的时候咯 就爆发的时候 吵大家的时候 我就真的会讲咯 就是我平时会一直忍忍忍忍忍忍忍 到我觉得不能忍的时候 一直过爆发 他会觉得搞到很神奇 不能忍忍的那个地步前 要先讨论啊 先拿出来解决掉 可是我的性格就是 我不是很想提 我喜欢讲 我是默默的就忍就算了 我也不是讲 我忍住到爆发一次过后拿来吵 不是 我只是在你做错一次 同样的东西 你都忍一次 两次 三次 然后四次 然后第五次我被他喊了 我就爆发这样子咯 有点好奇就是 你和很多他兄姐姐一起太招 喝酒了 Centra不会介意吗 不会吃醋担心吗 好佩服他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你 他也不想ok 这方面呢我不会去stop他的 因为可能我们还走不到他嘛 所以我就放任他去 再加上 我需要母爱了 我缺华母爱 他有XX勒我跟你讲 他就好像那个飞机场那边 该问什么问题啊 没什么问题啊 每次离题 大熊姐姐 哦 大熊姐姐 其实也没有很多啦 因为 如果你讲大熊姐姐 其实我跟随便一个女生 还不是大熊而已 小心我有一天哪 奶是会长大的 stay tune 为什么有一段时间 没有看到你和Centra的合照了 是不是吵架了 ok 关于到合照这个方面 就是啊 我们本来就很少合照了 一开始就已经是这样子了 我其实以前是会比较有complain的 他都不喜欢跟我拍照的 我不是不喜欢跟他拍照 是因为他很喜欢被人家拍 就是很喜欢人家帮忙拍照的 然后我就是 比较不会摆 post也不会表情管理 所以我不喜欢给人家拍 因为我会很尴尬 嗯 我是不喜欢自拍的人 对 所以我们两个是得巴雷的 所以到后面我就 不要拍 就不喜欢拍 就讲说我们没有 就是拍不到一个 他觉得他喜欢的照片 所以他就post 对 你们还在一起吗 其实我相信 有在follow我们的一些粉丝朋友们 我们应该都懂了 是猜到了 是我们就一直不回应帽 因为我是觉得 我自己个人本身是不想把 我的感情状态搬上 social media 我觉得没有必要跟你们交代 我知道你们是想想什么 好像超像你们是公众人物 你们有必要去交代 然后可能我这边我也明白 可能很多粉丝朋友们是比较 可能喜欢我们一起 然后加上 比较是 像是关心啦 他们想要关心了解 我们到底是不是还在一起 为什么没有互动 之类的 我想讲的其实在去年的 12月头啊 我们就吵大家 还是算吵大家 去年的12月我们就已经分手了 其实 然后 我就有点 有点错愕 有点 很早就有开始 有粉丝朋友们有发现这个点了 我也是有点吓到 就是我们刚刚分手的 那一个月的时候 就开始有人一直在问 周末最近没有看到你在我的故事 不然就是有你在的地方 我都没有在做一样的东西 可是那时候我们也不至于到 完全没有故事啊 还是有 可是 其实确实是比较少一点点的 然后更夸张的是什么 有一些粉丝朋友们 因为我一直 ignore 他也 ignore 他没有回应 然后过后你们追问到去 Charles那边 直接去问 DM Charles那边 问我们的关系 我是觉得来这个 有点夸张 有点夸张 有真的就是有 有这样 中药妹对你们来讲 嗯 就是没有很想要提 可是你有没有一直在问我啊 觉得很不好意思啊 好像觉得一直这样子来 ignore你们的问题 不回应 然后你们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啊 然后觉得很可惜啊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 现在我们这样的关系 其实是 蛮开心的 就是朋友 我们还可以 反正比跟 在一起的时候 更舒服一点 我觉得 因为毕竟 可能他也不用人 我的臭脾气 我也不用人拿臭脾气 其实最大的问题 是 价值观问题 是三观有点变了 我们两个人的三观 都已经不一样了 我所谓的三观 是有几个大重点 我不希望我的女朋友 就是来刚刚我讲的 没有目标啊 有有点太懒惰啊 永远都是有 live your life 或者enjoy your life 然后就没有特定去 追求某一些东西 或是去 某一些事情 更努力 所以我又一直有 在motivate她 可是她一直都没有 做出一些 很好的 很好的成绩 还是一些 东西出来啦 就是她 太依赖我了 然后我也太 spoil她了 所以变成说 我独立不到哦 我渴望的东西就是 两个人可以一起 共同努力 共同去 spike of 一个目标 这样吗 yes 因为到时候 组织家庭也是 双两双方的嘛 如果你全部东西 靠我一个人 只有我一个人努力 只有我一个人在planning 它会很stress 像我是觉得 像我这个女朋友 压在琢磨 对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们也不要觉得 可惜啦 我们现在还是朋友 我们还是会一起 一起工作的机会 基本上要回答的 你们要问的 最主要的问题 已经回答了 回答了 你们要 Q&A到此为止 希望有解答到 你们所有的疑惑 与问题 所以希望 下次你们还有机会看到它啦 希望我的影片的朋友们记得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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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ya Peace out OK 现在来一个问题以外的东西啦 讲一句你想跟对方讲到吗 都还没有讲就酷了 讲不到就想要酷了喔 Fucking real 我身体要健健康康了 祝你辛苦 在你的项目上 呀 人 你的项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